下面考虑一下 如果不是花20万美元每年租门面 而是花200万美元买门面 会计利润和经济成本分别会是怎样的 假设我们以200万美元买下门面 这是第一年初门面市场价值 假设在第一年末 也就是经过一年的时间以后 我们对于这个门面的使用 本来买的是全新的门面 一年之后它的本身会变旧 因此它的市场价值降低到190万美元 也就是说一年之内店面的贬值 贬值了10万美元 也就是说折旧是10万美元 注意这里不是付给任何人10万美元 这里不是显性机会成本 但这确实是一种机会成本 因为这10万美元是不在一年前将其卖出的机会成本 我使用的门面因此损失掉了这10万美元 我损失的还不止这些 我还损失掉了将这200万美元用于投资其他事物的机会 如果投资 这200万美元或许会得到5%的收益 这就是资本的机会成本 我没有将200万美元投资到别处 这是资本的机会成本 假设本可以从200万美元得到5%的收益 200万美元的5%是10万美元 因此资本的机会成本是10万美元 或者可以这样考虑 假设我是年初买入店面 年末买出 这桩交易账面上损失了10万美元 另外由于这一年间我没有把200万美元投资到别处 我又损失掉了10万美元的收益 这两项非显性成本会出现在我的利润表中 这就是进入会计成本的 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就会有这一项 体现的是资本品的损耗情况 建筑物会有损耗 设备会有损耗 车辆也会有损耗等等 经济学上的折旧很纯粹 差额多少折旧就是多少 这是更自然的做法 会计上我不打算细讲 有很多种折旧方式 你可以说这个值200万美元 它被使用10年 所以折旧是10万美元每年 不对是20万美元每年 200万10年 考虑折旧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是公司的所有者 你希望通过折旧来隐藏利润 从而减少上交的税 不过不管是会计学还是经济学上 计算利润的时候 如果买门面 这10万美元的折旧 都是要考虑的 让我们重新做两份财务报表 一个会计版 一个经济版 会计版是这样的 我复制粘贴一下 此时没有了租金费用 我们直接买了店面 这一项我们可以去掉 租金费现在是零 但是我们有折旧费用 这是10万美元 这里不考虑资本的机会成本 我们本可以 这里掉了一个成本 我们本可以用这买店面的 200万美元来做点别的生命 因此税前会计利润 即从会计学观点考虑的 税前利润 是50万减20万 也就是30万 再减去 让我确保有没有算错 现在有所改善了 原来的租金是20万 现在折旧只有10万 50减35万 税前利润是15万 这是因为原来的租金 比折旧要高 根据市场价格折旧导致的费用 没有原来的租金费用高 根据这里的计算 整个会计利润增加了 但是我们要考虑这样做生意到底有没有意义 下面考虑经济利润 我复制粘贴一下 复制 粘贴 从租用改为购买 或许真的能改改善我们的情况 下面看看经济学计算利润的方式 这是第一年我们计算经济利润 第一年食物还是哪些 劳动力还是一样 电租没了 去掉这个租金 此时它是零 现在我们拥有店铺 这些是显性成本 是直接支付给别人的钱 下面来考虑隐性成本 原来的隐性成本仍然存在 有放弃掉的工资 我之前是一名医生 现在辞职经营餐厅 放弃掉的工资是15万美元 15万美元 在这之外还有折旧 我们用洋红色来显示新的内容 折旧是10万美元 在这之外还有资本的机会成本 200万的美元本来可以获得投资回报 我们却买了店铺 记作OCC 资本的机会成本 这里是200万美元的5% 也就是10万美元 根据这里的计算 我无需花费20万美元的店租 但是购买店铺 让隐性成本增加了20万美元 结果还是老样子 和原来一样 -10万美元 这里是会计利润 我这里想说明的是 经济利润不会由于买或者租店面 而有所改变 产生的机会成本 同样要计算到这些行为之中 停止录 在这些行为之中 感谢观看